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讲的其实他们讲建造的不同类型的 比如说GRI 比如说SRI等等 所以这个非财务报告 其实它本身就呈现一个多元的面向 它毕竟跟会计的报告是不一样的 因为会者的看一件事是profit 所以profit东西是可以用量化来看的 那我一直要谈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谈CSR的时候 从最早期的发展 从2008年 其实看到是法规介入之后 2013年才会开始有运作 然后到现在 虽然跟修法 当年我参与修法的时候是2018年 可是其实当然修法我们自己很清楚 在第一条第二项是宣誓性效果 它其实没有实质具有执行力 比如说今天一个公司 没有征兆这个方式在走的时候 那我们的究竟途径在哪里 其实是不明确 所以它是个比较宣誓性的 就是说公司得采用公共 增进公共力的行为 所以我们刚才第一场的时候 讲者都谈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要回来提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想第一个原因大概是国际的趋势 那我现在不论是欧盟 不论是日本 不论是美国 因为整体的气候的变迁的影响 那我想之前一看重视的是像减碳 刚刚气候变迁的报告书到现在 看到是因为COVID-19造成的一些社会环境的问题 开始就转向到社会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要现在在做 但就学者来说 我们认为应该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要偏向资本主义 是希望能够朝向包总市的经济发展 这种学者的理想性立场 所以看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很件事情 但我们今天我是从商业的本质来看 是企业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很简单 以往可以把他的成本外部化 我只要挣钱就好 但是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 所以可以看到像我们台湾 之前才通过的国家的政策 人权 企业人权跟他的一个企业的 人权 企业人权的那种改善政策里面 所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就是CSR主轴 开始要求企业去揭露 你也没有把你的内部成本外部化 你劳工是不是照顾不好 你是不是台湾飞烟 那这个部分应该要包含占领的成本里面 这是一个面向 从一个责任的面向来看 但从另一个角度 大家一开始第一早提到 是我们的SDGs 这个部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SDGs角度是从一个全世界的发行目标来讲 所以他的目标不是责任制的概念 他是一个是我们要往这边走 为了我们的全世界的好处 那在SDGs17项里面 其实可以整成三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economics 所以他有发展的部分 第二个面向是有环境的environment 第三个面向是social 所以从SDGs算是17个面向 归纳台都是三个面向 那跟ES就好像是讲一下 那不太一样 ES是企业本身 所以E是环境 S是social G是治理 但是在SDGs17个面向来说 他整理是经济发展 社会跟环境是全球的 但这两者之间 带来有他的一个共闻之处 ok 那再来我们又提到说 在欧盟的发展上 刚才有提到 很多都是跟欧盟走的很前面 那欧盟的发展在推什么 他希望在欧盟在之前提了一个叫 就是他们的绿色政策 里面就包含希望透过金融业的力量 来改造这个我们讲资本力量 来改变促进 促进他的一个环保部分 所以在里面呢 就会看到提到永续金融的概念 所以永续金融其实都利用金融业 特别是机构投资的机构业的力量 那我们刚刚就看到开展出很多 比如说赤道原则 比如说责任以防投资原则 等等的这一系列 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一个点 因为我想说 其实最重要还是说 表示现在非财务报告非常重要 但是第一个点就是 绝对不要我们讲的one size feed off 不要就是一包全部适合 因为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大公司跟小公司不一样 像上次的公司 我们刚刚谈到都是资本额100亿50亿 到2023年是20亿资本额 所以我们常常提的 看spiderman讲的 with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所以大型公司上述公司 没错 我们是可以用最高的密度 希望他去遵守是国际的 国际性的第三方标准 因为他够有这样的一个资本 因为其实在揭露其实就是成本 这是必须正视这件事情 但是在中小企业呢 其实我们也在谈的像我们 尼巴利啊 我们的支撑 我们的律师在推动的 就是社会创新 这个部分其实针对中小企业 还有非企业 像刚刚一开始提到像合作社 因为其实企业的翻一看一看一看 你翻entreprise的话很大价 你翻corporation可能就只有公司 那其实在谈社会创新 刚刚江老师提到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也要照顾到中小企业 还有合作社非密集 他们也可以来参与这个整个 像我们刚刚谈的一个 对方老师经济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其实有一句叫做 everything is connecting 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链接在一起的 那我再回到说 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资本21的 那说我们现在谈ESG 那其实CSR的以往都讲 就是做了比赛 那现在很好 现在开始聚焦 是从ESG的方式来呈现CSR 那你也可以从社会影响力投资 所以可以从impact investment 那今天我们主办会送我们的书 就讲的是影响力投资 其实影响力投资 也是一个在显示 非财务报告的重要性 那他的目标大概是 看的是他投资一份 产生多少社会影响力 对impact investment 那刚刚我们有介绍 比如说社会 SRI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从这个方式 那其实非密组织 像Ginx也有推出 叫做Iris 他其实都是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但我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多荣性的方式 其实每一个组织 像每个企业不一样 我实话 也有怎么可能 会去采用 这种 就是你知道吗 是完全跟大家一致 所以你一定会有个 我们讲SAPI 一个一般性的 大家普通到这种回败 的一个标准 你可以选进的标准 但是应该还是会有 你自己选定的 我依照我企业的类型产业 但我觉得关键 还是要看你的市场 你如果市场在欧盟 你的供应链是欧盟供应链 你一定要配合欧盟 一定要配合德国 德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法规 他要求他的公司的供应链 必须要符合 特别是人权利益 所以人家说是新疆年法规 那为什么要做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做到你的供应链 你就拿不到他的生意 所以这块可能 其实也可以去探讨 我们再看ESG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说 其实企业应该要想一件事情 是我可能同时 还要符合其他的标准 就是我这家企业 我可能同时要负责3B 然后就有点钱 然后还有人权 那另外有可能 我又想要做SRI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去配合你所有的要求 就是说我觉得 我现在知道目前 我们在业界这一段 是不是有这种一个做法 就是这个企业 他可能同时又想要当地形企业 然后他又要什么ESG 那这个时候他很可以 对于企业来说 是不是我做一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复合的 总是拿到两个认证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都 还蛮有意思的发展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 像这一类型的部分 很强调的是非常有点报告 那看起来在法律上会非常重要 所以律师事务所 其实可以带你更大的角色 那像看德国的例子 他其实已经在公司 在他们德国的采购公司的 要求是变成董事的注意力 同时经理者注意力 所以QTO care 现在已经变成是 你要去重视DNA 你先不要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法律上 会有产生法律上的DNA数 那这个可能我们再看那个 一般上市会 在公开说明书的时候 像法规风险的部分 其实是由律师事务所来做 这一块我觉得是会相当的重要 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今天非财务性报道造假的状况 怎么办 那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 那万一造假 那证券交易法 如果是财报造假 严重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21之一相关的规范 可是如果是非财务报道造假的 那那个是什么样的性质 但是他在跟他说明书里面 OK 那如果说是财务预测的人最轻松 但他不是预测 这其实是一个指标 而且你是说你做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一块 就是我们的执行力是怎么样 这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 因为大家放完简报之后的有关心 谢谢与谈人精彩分享 那因为我们今天有开放线上的一个参与 那刚好线上有一位贵宾 那他有问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主讲人看哪一位愿意来帮我们做一下 说明或是观察 他的问题是说 目前CSR都是针对上市会公司来执行吗 那请问 就是说未来有可能会转向台湾中小企业 去推动这个部分 不晓得有哪位这个主讲 愿意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就快速讲一下 依照我们的经验 其实现在不只是上市会公司 那我们其实也有接触一些 我不能扣同名字 像是宗教型的这些医院机构 他们很早就有揭露 所谓CSR报告书 那也有现在其实像 还没有到新贵林阶段的这些私人机构 其实陆陆续续我们这边 这边真的就是资讯会也在 就不管是说SRY这些 他们特别编制的报告书 他都开始要往CSR报告书 CSG报告书走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一个蛮大的局势 包含很多为公开发行这些私人机构 也会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这是我这边一点点的问题 好 了解 谢谢 补充一下 谢谢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很快一分钟就好 其实分了两个部分 像我们刚刚提到备逆组织 其实像我台湾台体制度联盟 他们是针对这种备逆组织的 做一个公益上的责性 那这部分 那另外做好企业 其实目前主要是经济部 做好企业处 有个社会创新平台 那透过那个平台 可以辅导 走这个部分去协助 然后最后当然是架接到我们现在 比较高规格的 我们的国际规格 所以这个大概是有看到目前的趋势 这样子 对 稍微补充 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 那正好你企业这边的话 其实也会受到相关的一个要求 那他的要求驱动力在于是客户端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品牌客户端 他都会要求他底下供应链 因为他要去做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所以他会因为要求还要去编制一个事业商 报告 他可能公司自己也会拟业了 供应商的永续问卷 他用问卷的方式调查 所以我底下的所有的供应商 你是不是有做到安全政策 你是不是要做到前面政策 他会去用 无论是勾选的 或者是加上一些佐证档案的方式 来去请供应商去填写这所有的问卷 这是第一阶段 因为现在他会做实地绑场 就是他会直接客户端到 客户端直接到供应商这边 去做一整天 或者是好几天的一个on-site 去确认说 你是确实有落实这样的政策 那如果说你没做到的话 他会去辅导你 就是协助你去做补足这一块 那假设没做好 当然有可能 最严重的情况就是 停止交易 或是订单前上的情况 所以供应商的话 这边不一定会是直接去跟事业商话告 但是相关的作为 倒还是会有客户在那边会去邀请 谢谢两位主讲以及羽谈人精彩的 针对我们这个线上参与贵宾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精彩解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一样只能 今天的座谈会只能进行到这边 那非常谢谢各位主讲以及羽谈人以及今天参与的 不管是我们在场及线上的贵宾 那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举办类似形态 以及类似主题的一个座谈会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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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